一国两制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实证 这是一贯 因为你提到全国人大刚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 也表明要是一国两制行稳制约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